北京时间3月13日CBA常规赛第34轮继续进行 那在此前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这将广煞南篮持名义主场迎来了上海南篮的挑战 那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的夺冠热门 而且双双位居CBA基本榜前三的位置 对吧 所以这一场强强对话肯定会引来国内一关千球迷 以及媒体的广泛的这个关注 这种两支球队在四节比赛过后 广煞南篮是晓得了最后 以101比95的比分成功击败李春江带领的上海南篮 总结这场比赛 无论是哪支球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赢家一定还是未来的中国南篮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广煞南篮与上海南篮阵容中的多位年轻球员 具备很好的发展条件 无论是这个球伤还是个人的身体素质上来说 他们的崛起都可以很好的让国内球迷看到中国南篮的未来 例如广煞南篮的赵延昊 朱聚龙要知道赵延昊持久进攻的能力 在CBA连赛小前锋的位置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而朱聚龙年轻轻轻就具备很好的身体对抗的能力 对吧 另外上海南篮的郭浩文 李天荣甚至是代号 未来前景一定会比广州队的胡明轩以及辽宁队的郭爱伦 还有广阔 那么再往深的层面咱们举挂 这个广煞和上海能够崛起这么多年轻球员 肯定是离不开教练员的精心的培养 没错吧 那么反过来再看啊 广州队作为未免冠军本赛级的阵容厚度明显是有了下降的这个趋势 除了赵瑞徐杰等球队主题外几乎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年轻球员 这也正是为何广州队本赛季成绩不够稳定的根本原因 那同理这个辽宁南篮也是除了上赛季从NCAA回来的张震林外 球队主教练杨明一直是处于吃球队老本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些情况完全可以说明一点啊 那就是李春江培养年轻球员的能力要比杜峰和杨明出色 这就是为何球迷呼吁中国南篮尽快更换主教练 让李春江接受南篮教编的原因 因为中国南篮现阶段重中之重的工作 就是要完成球队的这个新老的交替 在如此重要的环节肯定是要选择一位擅长挖掘人才 培养人才的主教练 而李春江就是这个最佳人选 来看看 感谢观看